各位好,今天2月21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您的 前两天呢,是咱邓小平同志,也就是咱邓矮祖的忌日 同时呢,也是赵立坚、赵金班同事发表重要讲话的一周年的纪念日 这重要讲话是什么呢?是美国的情报,就是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什么呢?是俄国将要侵略乌克兰 结果过两天之后,这不就侵略了吗? 然后直死战争一周年之际呢,拜登老师呢,窜访了这个乌克兰 在基辅吧,是吧,跟泽连斯基一起 在那个防空警报背景音乐之下 两人呢,漫步于基辅街头 这个还是,这个情景还是很浪漫的 我必须得说一句啊,这个拜登虽然这岁数了,还是真挺帅的 那衣服,我都想找那采访做一件去了,真不错 那真是贴身啊,修身啊,很棒的那种衣服 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呢,那肯定来说啊,应该是对美国 对于乌克兰这回的支持力度更快大了,这个大家都能知道 对吧,主要目的呢,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呢,是震慑俄国 因为呢,再往下,俄国很有可能发动一波大规模的这个再次的入侵 虽然又达不到这种一小时二十二分钟速通基辅的那种牛逼劲呢 可能呢,对于乌克兰来讲,压力还是蛮大的 对吧,震慑一下俄国,然后呢,给乌克兰打打气 这是拜登窜访基辅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是那个警告中国 因为前几天呢,这布林肯跟这个王毅呢,会面了一下 布林肯呢,就直接提醒王毅,或者说警告王毅 说你们中国说是要给那个俄罗斯提供这种武器 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武器吧 说这个呢,不好 王毅呢,当然是断然的否认了,并且说中国没有干这事 你们在气球的问题上已经神经过敏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我们这边这个是不是会提供武器 现在谁也说不好 这个确实大家谁也说不好 网上有视频显示呢 说是这个俄军呢,在吃中国的那个单兵干粮吧 然后我看里边是麻辣什么鸡丁,麻辣鸡丁炒饭什么的那玩意儿 但是那个东西呢,你也不敢保证一定是这个俄国人干的 也有可能是另外别处什么时候开店尝尝这个各种各种单兵食品 这也有可能的,对吧 但是呢,一直以来呢,这边也在担心这个中国呢 去从这种物资上去支援这个俄罗斯 而且呢,是习近平,也就是咱圣上啊 在两会之后呢,已经确定了,是要访问俄罗斯的 在这之前,拜登老师就先窜访了一下基辅 那意图很明显,先压你一头 这个毫无疑问的,我先压你一下 先警告你一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也是前几天,伊朗的领导人呢,访问了中国 这个呢,你就看出来了 你看啊,中、俄、伊朗 这三个地方,有没有点这个二战的时候那邪恶轴心的感觉呀 是吧,这个你看地图也都知道 那整个这三个国家把中亚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整个包围起来 这如何如何向外扩张 是一个三角形的,大概是一个三角形的那种形态 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 那拜登老师呢,在基辅出现 肯定的来说是为了震慑一下 也是警告一下中国 不要现在插手这件事 你插手,那就是一样是敌人 这个我们也不处这事 而且呢,尤其是俄乌战争打到今天呢 应该说是有困难无悬念 为什么说有困难呢 因为从俄罗斯的这个体量来讲 它能动员的人员 以及它现在哪怕是已经减少到非常危险线的那种武器的库存 它依然是要比乌克兰这边要力量要大的 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这种困难呢 又随着这个普京再次动员巨量的人员 打算去武装他们进攻乌克兰 这个呢,就是更危险一些了 这种情况呢 是更加深了乌克兰在对抗当中的困难 但是呢,为什么我说没有悬念呢 因为北约也明显的加大了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支持的力度 包括像是鲍尔坦克呀 甚至于可能飞机也能够交给乌克兰 这个呢,那就那就不一样了 这整个的武器它就是等于是比你还高一代嘛 而且呢,乌克兰的军队装备的北约化已经开始这么久了 那它的这种单兵的能力 或者是说它的营级那种作战单位的能力 其实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已经是超越俄罗斯了 所以呢,是这一回它会有困难而无悬念的挡住俄罗斯 而俄罗斯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精力 这也很简单 就是呢,我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在谈判桌上我肯定也得不到 那我怎么办 我就要去打一个胜仗 占你点地儿 然后呢,回过头来,我在谈判桌上才有筹码跟你谈 我要是整个被乌克兰一波平推,推到俄国边境线 可里米亚半岛他又拿回来了 我弹个毛啊 我现在往下弹,我都只能够弹 你能不能不打莫斯科了 对不对,那就没法谈了嘛 所以呢,这回的这种举动大概也就相当于 怎么说呢 普京要再打一次阿登森林的反击战 也差不多如此 我相信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差异 就是在你集中力量打反击的时候 乌克兰扛住 然后再给你反推回去 大概也就是这样 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说呢,叫有困难无悬念的一场战争 今年呢,应该有可能结束掉它 当然这个原来就已经被打过脸了 这个俄乌战争这事已经被打过脸了 我觉得那个乌克兰扛不了一个月 当然这话咱这么说啊 这不光是我被打脸啊 那时候拜登老师也被打脸 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类的这些五角大楼都被打过脸了 这个所以呢,一起挨这嘴巴 也没什么太,也没什么太,太较劲的地方啊 这个也就,也就这样了 那这个,呃,拜登老师这个窜访,窜访这个基辅啊 这让我确实啊,是想起了咱们圣上 这,这不,这不是开玩笑 我这个不是开玩笑 我真的是想起圣上来了 因,倒不是因为啊,我能够从这国际关系当中分析出来 说这个呢,是警告中国,警告咱圣上的这个一个举动 而是呢,想起啊,这个咱圣上的一点个人的怎么说呢 你把它叫脾气也好 秉性也罢,本能也罢,然后本性也,也可以 就想起圣上的一些为人处事,旁人之所不及的这些地方 您比如说吧,就像咱圣上啊,就是,咱就举这简单的例子吧 呃,去年的这个大水,郑州大水,对吧 呃,河南这边的整个这个,这个,烙得很厉害 那,当时圣上在哪呢 圣上在青藏高原 就那地方,它就确实很难发洪水啊 我,我不知道青藏高原的那个,呃,发,拉萨发没发过洪水啊 这个我确实没查这水文地质资兆 但是我,以我个人在那个青藏高原,瞎窜了好多次的这个经验来讲 在那地方发洪水的可能性,真的不是特别大 如果你不是,呃,什么二零,二零零二,二零一二啊 什么这种东西,应该是不,不太可能 那,为什么他会去那儿,其实我也一直不知道 还有呢,就是您比如说这武汉疫情初起的时候 咱们圣上好久都没出来,对吧,他也不去疫区 那,到后来到什么时候啊,呃,甭管是解封啊,还是或者怎么样 那都过了好久了,你才看到圣上,姗姗来迟的身影 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呢,任何人,任何历任领导人啊,他其实啊,都没有圣上 咱圣上这么保,对自己的龙体这么在意过,您可以想象啊,老毛咱甭提了,咱太祖高皇帝,毕竟也是打过仗的人出身,对不对 那,那再往后没怎么打过仗的人,呃,你比如说像咱,像咱,像咱,像咱哈祖,对吧 这个,哈嘛,不,那个,江,老江,对吧,他人家抗洪,哎,人家就过去了 那站在那个堤房上,拿着那喇叭那说,那温家宝也去,对不对 那,涛哥呢,地震什么的,地震他应该也去了,我点忘了啊 反正至少是这些人呢,都是,还是能够直接到这个现场的 而即使不是第一时间,第二时间也去,您看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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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位圣上,真的 那,那您说他去吗,他不去,他而且是,所有东西一定要平复以后,他才去 有好多人嘲笑当年啊,那个,普京见那个马克龙,哎,他那个长桌子,八十米的长桌子 那,那不是不到八十米啊,也就四十米,那,你看圣上咱去那,后来他去武汉视察的时候 哎,疫情也差不多了,大概这也没事了,周围群众跟他离得有多远,对吧 再说了,您再说危险这事,那个当时,您看昨天,那个照片,哎,这个视频显示 咱们拜登老师,哎,在那个基辅街头,在转悠的时候,周围确实也都是当兵的,哎,警惕的很厉害 但是呢,那个防空警报,也想起来了,人家还是,哎,怎么着怎么着,就在那,就在那晃 当然也有可能,可能有人就说了,说,那个防空警报,不就是让那个大家,这个,就是警惕一下吗 或者是做一个,做一个气氛组,对吧,OK,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您看,咱对比这个,咱圣上,他去香港 这个,拜登他起码是在这种啊,战争危险的,非常危险的这种地域在走动 您看咱圣上,去香港那地儿啊,那是他自己治下之领土啊 当时他在那个,那个一个车站地下,对吧 然后在那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临时搭一台子 下边就四个,四个还是五个呀,就是不是,反正呢,不是太监就是公女儿的那种感觉的那种 呃,港府人员 他周围,圣上周围,没人 那对面两百米万,长箱短炮的一堆记者在那,在那拍照,在那录音 就就是,就这么一个,而且在那地方都不敢过夜 对吧,您想想这个,有任何一位领导人 他能够说,像圣上这么保重自己龙体的吗 有过吗,有过吗,没有过 你哪怕像是,像什么卡扎菲啊,萨达姆啊,诸如此类的 虽然最后的下场都不太美妙 但是,人家也是亲茂史实的,曾经战斗过呀 对吧,就你就看圣上真的,那对自己这种,对自己这种保护啊 这种意识,真是强到了我都不忍说的这种程度 真是不忍说呀 昨天我在推特上就说 我说,他不配上眉山 真不配上眉山啊,卧槽 您想想看,他重甄帝,他怎么着也是君王死设计啊 是不是,那个也是有勇气的人把自己挂树枝上 您觉得咱圣上能够这勇气吗 对吧,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那甭管他治国能力怎么样 当然了,他治国能力呢,大致也跟咱圣上也差不了多少 对吧,所以把一个大明帝国给弄的 让流寇给打进去了嘛 李自成他那个成了皇上了 这个后来清朝又席卷过来 我大清就得了天下了 但是你甭管怎么样 那也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那是配挂在眉山上的 知道吧,这个咱圣上不配 真的,我即使海外孤中 我这句话也得说 咱圣上不配挂在眉山上 你没这资格 那地方,那是君王 那是正牌的天子 那个才能挂在上面的 您就别干这事了 那棵树遭不起这罪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当时一说 我说咱圣上是一个什么人 咱圣上是一个既怂又狠的人 怂这件事情 我必须跟大家说这是真的 因为我原来跟各位聊过 像圣上在原来龙浅之地的时候 就是去那些大院里的时候 他老人家就是这帮人里最怂的一个 经常被同级的红二代欺负 这就是他原来又怂 但是他为什么又狠呢 是因为被欺负太多了 被欺负太多以后 心里憋着一股气 狠怎么来的 是因为他有权利 他可以利用这权利来去报复人 去干很多的事情 这是他狠 但是他本性 本性来说隐忍而怂 对吧 这个是他最底层的一个基本性格 但是这个反过来就变成他特别的狠 在政治斗争当中 或者是其他情况下 特别狠的去打压对手 又隐忍又怂又狠 这个就是他本人的一个写照 所以呢 这个让拜登老师在那个基辅那里溜达 就让我想起 哎呀 咱圣上你说 你说你什么时候 您也能够说也只冷一回 对吧 别天天的在那个 那种这个装甲列车上 或者是专机上 或者是这什么 离着大家非常远的地方 或者是到老农民家里 先人被窝 他妈这嘴也是 不是 先人锅盖 先人锅盖 你别老干这事 干点正经事 也是拿出一个大国的真正的领袖的勇气 也让我们这种海外孤中 现在会提到您老人家的时候 也说 甭管怎么样 他还是值得挂一下眉山的 那有这个评价 难道不好吗 是不是 就这样 好 跟大家瞎折几句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